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说虫洞的概念是靠科幻作品才被人们所熟知 但它其实并不是虚构出来的 而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科学概念 有着严谨完善的理论基础 虫洞的概念最早于1916年 由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希·弗莱姆提出 此后1935年由爱因斯坦和纳森·罗森加以完善 因此虫洞也被称为爱因斯坦·罗森桥 他们认为虫洞连接了白洞和黑洞 虫洞的一头是黑洞负责吞噬一切 另一头则是白洞负责吐出一切 让人意外的是 虽然爱因斯坦完善了虫洞理论 但他却并不相信三维世界中会出现天然虫洞 按照他的想法 如果人类未来在宇宙中发现了虫洞 那么这个虫洞肯定不是自然生成的 当然了 宇宙中究竟有没有虫洞 人类未来又会不会发现它 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但地球上却有着一个疑似虫洞的石门 它被当地土著称为 Poridatica America 即众神之门或星际之门 这扇星际之门位于秘鲁南部 哈游马卡山区 距离那里有名的卡卡湖仅有30米左右 而哈游马卡山区一直被印第安人称为众神之城 由于哈游马卡山区道路崎岖 并且也没有什么特殊或壮观的景色 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人际罕至 不过这也正是这种人际罕至 才让星际之门隐藏在荒野数千年的时间 在近现代 它的第一位发现者是一位名为 何赛·路易斯·德尔加多·马曼尼的当地导游 1996年9月 路易斯在哈游马卡山区 为开发区域闲逛时 偶然在山体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门型结构 经过测量这个门型结构 长和宽都约7米左右 里面还嵌套着一个稍小的门型结构 宽约1.2米 高约1.8米 这一发现让路易斯一成兴奋 因为该地曾是印加帝国的范围 这个巨大的门型结构 极有可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所在发现后没几个小时 他立即与普诺、拉巴斯和利马的考古机构进行了联系 不久之后 该地区就被印加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包围 随着对门型结构以及当地历史的研究 一个发现震惊了所有研究专家 原来该地区的印第安人一直流传着两个传说 第一个传说是哈游马卡山区中 隐藏着一扇名为Predita America的大门 这扇大门连通着神域 神域中的神 可以通过他在两个世界中来回穿梭 如果有凡人中的某个勇士得到了神的认可 那么这名勇士就可以通过大门中的一扇小门 前往神居住的世界 而第二个传说则是 印加帝国有一位名为阿玛鲁穆鲁的祭祀 曾将一块闪耀着金芒的圆盘物体 放置在一扇石头大门旁的凹槽中 然后红色的石壁变成了幽蓝色 它踏入其中消失不见 同行的几位祭祀目睹了这一幕 并将这一幕口口相传到现在 有意思的是 在对石门进行详细的观察研究之后 专家们在石门的内侧也发现了一个圆形的凹槽 如果第二个传说是真的 那么这里或许就是放置闪耀着金芒的圆盘物体的地方 就是因为石门许多细节都和当地土著的传说一致 所以许多人猜测 这个看似普通的门形结构 可能是某种人类无法想象的设备 经过它可以通往外星或另一个空间 而阿玛鲁木鲁放置在凹槽中的圆盆 应该就是挤动它的钥匙 值得一提的是 在对当地土著的走访中 他们频频提到一个名为 查卡纳的星星 意为龟家的桥梁 可奇怪的是 查卡纳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已知星座 人们也并未在天上的群星中发现它 此时问题出现了 这个名为查卡纳的星星究竟在哪儿 而它又为什么会被称为龟家的桥梁呢 它和石壁上那个神秘的门形结构有关联吗 远古外星人理论支持者认为 石门的彼岸可能就是查卡纳 几千年前 一群人通过它来到了地球 而这一幕恰巧被土著所看到 才有了那两个口口相传的传说 这才被土著说能够通往其他星球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人类的幻想是基于当前生产力 和真实存在的事物 就好像电影中的外星人 无论他们的模样多么的丑陋 多么的奇形怪状 我们总归能从中找到熟悉的地方 或熟悉的原形 比如蠕虫 人类或者其他节肢动物 再比如科幻作品中不可思议的技术 像驱速引擎 复制人 人工智能等等 这些都是基于现有理论拓展开来 没有人能够脱离现实进行幻想 所以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 当时人类的幻想根本无法超脱当时的时代 除非是他们曾经亲眼看到过 有趣的是 FBI在其官网曾公开过一份 让人细思极恐的解密文件 这份文件中也提到了一扇门 但并不是哈游马卡山区中的这扇石门 文件记载 曾有其他生命到访过地球 这些生命有的来自其他星球 有的来自其他维度 而他们要到达地球 都得先通过一扇门 文件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现在在FBI的网上图书馆 依旧能够找到 但其中 记载的内容 真的很难让人相信 因为真的太过于科幻了 可如果 记载的内容也是真实的 那么文件中提到的门 会不会和哈游马卡山区中 这扇门有什么联系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视频内容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